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祢在十字架上做成的救恩 让我这个罪人白白得到救赎 感谢祢在十字架上作成了救恩 让我这个罪人可以白白得到救赎 主啊 谢谢祢强阔高深的爱 主啊 感谢祢强阔高深的爱 让我身在罪中的我 有了永恒的盼望 让我这个在罪恶中的人又要盼望 世间的语言无法诉说尽我对祢的爱 对祢的赞美 对祢的敬拜 我们的话语是对祢的爱 对祢的敬拜是有限的 主啊 也求祢加添我们所有兄弟姊妹的力量 主啊 求祢加添我们所有的兄姊妹们的力量 让我们在追随祢真理的道路上 让我们在追随祢真理的道路上 朝着标杆 忘记背后 忘记背后 努力前面 努力向前 分享祢为我们预备的天家 分享祢为我们预备的天家 感谢真美主荣耀归给祢 赞美主荣耀归给祢 也求祢保守我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对祢献上的感谢 求祢都保守接下来的时间 我对祢献上的感谢 保守我们听的 不论是听的或是讲的 都被祢一灵所感 求祢保守我们 无论是讲的或是听的 都被圣灵感动 主啊 感谢赞美祢 荣耀归给祢 以赞好奉我主耶稣基督名求 主 感谢赞美祢 我们献上感谢 荣耀归给祢 我们祈祷奉主命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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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也知道 这次疫情 一年多 全世界各地 都感恩了很多很多人 今年三月份 大家都知道 在这个疫情 已经有长过一年的时间 3月份,我女兒告訴我她們一起做工的同事確診感染了新冠病毒。 3月份,我的女兒跟我說她們同時之間討論環有病毒的情況。 她要去做檢測,並且要在家裡辦公。 我的女兒需要去做檢測,並且在家裡辦公。 2月份,女兒報告為陽性。 2月份,我的女兒報告為陽性。 確診感染了新冠病毒。 確診感染了新冠病毒。 3月份,我來到神的面前向祂祷告。 3月份,我去到神的面前向祂祷告。 4月份,祝祂保守我的女兒,也保守我的家人。 4月份,祝祂保守我的女兒和家人。 保守我們在祂祂的平安。 保守我們在祂祂的平安。 同時,我們家的其他三個大人都做了檢測。 同時,我們家的三位大人裡的三位大人都做了檢查。 每天,反饋給我們的報告單都是陰性。 第二天,報告全部都是陰性。 但是,過了一天,我和我老公唐瑞的身體都出現了病症。 過了一天,我和我先生唐瑞都有病症。 先說說我的情況吧。 首先,說我的情況。 症狀的前兩天,我就像平時得流感一樣。 症狀的頭兩天,我是好像平時得到流感的症狀。 長枝沙芽、流鼻涕、打噴涕。 我的喉嚨是有些沙、流鼻涕和打噴涕。 想做了檢測是陰性。 我做了測驗,說是陰性。 應該不是新冠吧?可能就是平常的感冒。 心想應該不是新冠,可能就是平時的感冒。 兩天後,我的流感症狀是輕微。 兩天後,我的流感症狀已經減輕。 可是全身無力,總想睡覺。 但是全身感到無力,很想睡覺。 睡在床上,感覺身上的,哪都不舒服。每一層皮膚都在疼。 睡在床上,感覺全身都不舒服。 好像每一層皮膚都在疼。 也不想吃東西。 都沒有胃口吃東西。 我想,我肯定感染了。 那我心想應該就是感染了這個新冠病。 我把這些感受說給教會的姐妹聽。 她建議吃管四個小時的止痛藥,吃維生素。 她建議我吃每四個小時的止痛藥和維生素。 再喝大量的水,不同的時間,抓緊休息。 然後喝很多很多的水,不痛的時候儘量可以休息。 大概三、四天後,我就有胃口想吃東西了。 大約三、四天後,我的胃口就可以回來吃東西了。 體力也逐漸得恢復。 體力也漸漸有恢復。 最難受的那幾天已經熬過了。 最難受的那幾天都熬過了。 雖然全家六個人、四個大人都感染了病毒。 但我並不懼怕。 雖然我們整家人四個大人全部都感染了這個病毒。 但我都不懼怕。 內心也很平安。 我內心也很平安。 默想聖經中神應許我們的話語。 我就密想神在聖經中應許我們的話語。 手上有聖經的,可以打開。 如果你手上有聖經的,你可以打開。 好,謝謝你。 謝謝你。 应当一无挂力,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 菲拉比书第四章第六节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值着, 讨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内,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是的,女儿虽然是最先确诊,但她的精神体力都是可以 虽然我的女儿是最先确诊,但她的体力都是很快恢复 在家还能继续做工 她在家都仍然可以上班 大概十天左右吧,她说 明显感觉整个人身体轻松了,胃口和体力都有恢复 大约用了十天的时间,她的身体就恢复了,都可以有精神体力和胃口吃饭 女儿老公是最后出现症状的 我的女儿的先生是最后正出现那些症状 在我和女儿都熬过最难受的那几天,她确诊感染了 当我和我的女儿都熬过最难受的那几天,她的先生就开始出现那些症状 不过症状,不过症状轻微移住以后也就恢复了 但她的症状,一重一轻,一下子也恢复了体力 唯独我老公唐瑞身体状况越来越差 但看我先生,她的身体就越来越差了 全身上下没有益处,不难受 她的全身上都很难受 关节疼痛,骨头发凉 她的关节疼痛,骨头都觉得有点凉 身体一会热,一会儿凉 她的身体一时就觉得冰,一时就觉得热 最关键的是没有办法睡觉 虽然吃药能缓解身体疼痛 虽然吃点药可以止痛 但无法入睡,体力得不到恢复 人的精神体力就没矿欲 她的精神体力每天都敢一直向下 有一天中午,她上完厕所 有一天中午,她去完厕所 在进那个卧室门口的时候 被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她在翻厕房,门口那里就跌倒了 她自己根本爬不起来 她自己是爬不起来 我们赶紧叫了救护车 又扶她上床 我们就急着叫救护车和扶她上床 随车来了三位医生带着器具做了一些检测 那那个救护车有三位医生带着器具做检测 但是并没有将唐蕊带走 但是他们就没有将唐蕊送去医院 只是天主按时吃药,多喝水,多休息 医气和医生无法检测出唐蕊无法入睡的原因 那他们的仪器和医护车和医护车人员 是检查不到为什么他们睡不着 正是因为无法入睡,她的精神体力寂静崩溃 就是因为她睡不着,她的精神和体力又几乎崩溃 我试问她原因,无法入睡的原因 那我就仔细地问她为什么睡不着 她告诉我 她跟我说 当她迷迷糊糊糊时,有一个自主意识之外的东西告诉她 你不能入睡,你不能入睡,你不能睡觉 当她迷迷糊糊糊时,她就有听到一个声音跟她说 你不能入睡,你不能入睡 你没有资格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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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她的自主意识却又是极其想睡 那她自己的意志力又是很想睡觉 就这样白天晚上两种意识不停的征战 已经有三四天了 那就是白天和夜晚,她自己的意识和这把声音不断地对战 所以她睡不着觉 听完她的诉说 听完她这样说 连想她过往的经历 再连想她之前的经历 她在八岁前曾看见过别人看不见的东西 就是民间说的那种脏东西 就是民间说的那些脏东西 成年后,时常在睡眠中,自己一直清醒,却无法醒来 当她成年后,当她睡觉后的意识清醒时 但她自己无法醒醒 即是自己挣扎着,挣扎着醒来 人也是精疲力竭,大喊淋漓 即使她自己用意识力去挣扎,睡醒觉 但她的身体也很疲倦 也就是民间所说的那个鬼压床 就是民间所说的 称呼为鬼压床这个事情 我意识到她不仅仅是 身体感染了病毒 就是民间所说的 称呼为鬼压床 我意识到她不仅仅是 身体感染了病毒 她在属灵上也有这个病毒 她在属灵上也有这个病毒 对,这时候主的话临到了我 那主的话就临到我 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 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 耶稣回答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若有信心 不疑惑 不但能行五花果树上所行的事 就是对这座山说 你拿开此地 逃在海里 也必成就 你们祷告 无论求什么 只要信 就必得着 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 耶稣回答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若有信心 不疑惑 不但能行 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 就是对这座山说 你拿开此地 逃在海里 也必成就 你们祈求 无论求什么 只要信 就必得着 还有就是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七节 另外就是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七节 信的人 必有神迹随着他们 就是奉我的名赶鬼所心方言 在路加福音九章一节里 在路加福音九章一节 路加福音九章一节 耶稣叫起了十二个门徒 给他们能力全秘 全秘自负一切的鬼 医治各样的病 路加福音九章第一节 耶稣叫起了十二个门徒 给他们能力全秘 促一切的鬼 医治各样的病 我就扶起唐瑞做好 自己跪下 按手在他身上 向神祈祷说 按手在他身上 按手在他身上 向神祈祷说 我就向神祈祷说 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之名 面与不属于唐瑞身体 和不属于耶稣基督的东西 都统统离开他 那我就说 我是奉拿撒利人耶稣的命 那就是 扣神将他 唐瑞身体里面属于他的东西 和灵都拿走 连续重复说了三次 那我就连续说了三次 然后我又用那个宣告式的祷告说 那我都用了宣告的讨告这样说 我和我的家是有主耶稣基督的 是属于他的人 我和我的家是属基督耶稣的 不洁净的东西统统离开 不洁净的东西统统离开 也连续说了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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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以后呢 唐瑞竟然睡了近一个小时 那结束之后呢 唐瑞他就睡了一个小时 醒来后我问他睡着了吗 还有没有几天前的情况 那他醒了之后 我问他有没有睡到 会不会还有之前那几天的状况 他告诉我 他睡了一会儿 前几天与他争战 不让他睡觉的情况没有了 他就说他有睡到一会儿 之前那些真战就已经没有了 听到他的诉说 我好开心啊 听到他这样熟说 我好开心 主啊我的主 你真的与我同在 与我家同在 我真的有神赐下的权柄 驱敢不竭的东西 我真的有神赐下的权柄 去趕着不洁的东西 熙伯乃书十一章六节 也告诉我们 在希伯来书第六章都有这样讲 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六节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 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希伯来书第六节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六节 对不起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 必须相拥必须信有神 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在旧约里面约书亚书一章九节里也说了 在旧约的玉书亚书第九章都有讲 耶稣亚书第一章第九节 对不起是约书亚书第一章第九节 我迟没吩咐你吗 以当刚强壮胆 不要惧怕 也不要惊慌 因为你无能往哪里去 耶和华你的神 彼与你同在 约书亚书第一章第九节 我岂没有吩咐你吗 你当刚强壮胆 不要惧怕 也不要惊慌 因为你无能往哪里去 耶和华你的神 必与你同在 晚上 唐瑞主动要求我再给他祷告一次 我又再次为他做了按手祷告 那天晚上是他身边以来睡得最轻松的一晚 我再按手祈祷 我再按手祈祷 那天睡觉就是他订了这么多日 睡得最后的一晚 以马内里的主 感谢赞美你 第二天晚上 唐瑞就做了绝制祷告 成为神的儿女 以马内里的主 感谢赞美你 第二天 同意她就是 做了决志的祷告 圣灵住在他里边 保守看顾带领他 圣灵住在他里边 保守看顾带领他 从那以后 唐瑞睡眠质量越累越好 也想吃东西了 体力也明显地增加了 那天之后 他睡觉都睡得很好 那胃后都开始可以吃东西了 那他的身体就渐渐地恢复 感谢主 神的孩子 谁能抵挡呢 感谢主神的义址 谁能抵挡呢 哈利路亚 荣耀归于主 哈利路亚 六名犹归于主 正如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节所说 罗马书 正如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一节 即使这样 还有什么说的呢 神若帮助我们 谁能抵挡我们呢 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一节 直到现在 我的两个孙儿活泼健康 不曾感染 直到现在 我两个孙儿 他们都很活泼地成长 都没有感染到 这个大人中 三个已全部康复 四个大人中 三个已全部康复 四个大人中 三个大人已经康复 唐瑞也已恢复了百分之九十 同类规都已经恢复 差不多九十八仙的状况 并且每天都有新的收获 并且每天都有新的收获 不仅是肉体的健康 肉体生命的健康得到恢复 更是灵性生命上的长进 不但身体上的康复 他的灵命上都有长进 唐瑞这个神嘉里的新成员 有圣灵内祖的教导 唐瑞是神的家里的新成员 有圣灵在里面教导 渴慕神的话语积极读圣经 渴慕神的话语都很积极地读圣经 主动在网络上听道查经 都在上网上听道和查经 每天我们夫妻俩同心合一来到神的面前 献上我们的感恩、赞美和敬拜 我们夫妻两个人每天都一同去到神面前 献上我们的感恩、赞美、敬拜 主啊!是你几岁了!藏在我心中的偶像 主啊!真是你是我心中的偶像! 让我在耶稣基督里得到了永生 有了得救的确据 令我在基督里可以得到永生 有这个确据 是你施慈爱给我及我的家人 是你施慈爱及我和我的家人 借着疫情 你让我丈夫灵魂得以苏醒 因为这个疫情 你令我先生的灵魂得了九叔 有了永远的生命 都有了永远的生命 也让我在追随主真理的道路上 都让我在追随主真理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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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相互扶持 相互处境 同心合一的弟兄 都有互相扶持的弟兄 可以一同走这条路 也让我们全家 虽在经历病痛折磨 都让我们全家 虽然是经历病痛的折磨 但是却经历了主的带领 主的同在 主的奇妙恩典 但都经历了主的带领 主的同在 和祂奇妙的恩典 在这里 我依可拉后裔的诗歌 献上我的赞美和感谢 在这里 我要献上可拉他们的诗歌 你当是我的感恩和感谢 诗篇46章1-3节和7节 诗篇46章1-7节 对不起 诗篇46章1-3节 神恩是我们的避难所 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在话论中随时的帮助 所以地虽改变 山虽摇动到海心 其中的水虽轰轰翻腾 山虽因海长而战头 我们也不害怕 幻君之耶和华 与我们同在 雅各的神 是我们的避难所 诗篇46章1-3节 诗篇46章1-3节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在环境中随时的帮助 所以地虽改变 山虽摇动到海心 其中谁虽空返腾山虽因海障而战到 我们也不害怕 第七节 万君之耶和华 与我们同在 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引入保罗在罗马书所说 都好似保罗在罗马书所说 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 这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了 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吗? 二十八节 二十八节 大家都好熟悉的 对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教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祂旨意被造的人 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教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祂旨意被造的人 哥林多前书二章第九节 《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 《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 《如今上说》 神为爱他的人预备的是 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 《如今上所记》 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 是眼睛未曾看见 遇到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感谢赞美主 成就在唐瑞身上的救恩 感谢赞美主 祂成就了在唐瑞身上的救恩 你不仅医治祂的身体 祂不仅医治祂的身体 还赐给祂永恒的生命 得到你永远的爱 都刺给祂永远的生命 和得到神的爱 哈利路亚,荣耀归给你 哈利路亚,荣耀归给神 最后,我以罗马书 八章三十五节 三十八到三十九节 结束我今天的感恩 最后,我要以罗马书第八章 三十到三十五吗?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八 三十九 来结束我的感恩 谁能是我们以基督的爱隔绝呢? 难道是患难吗? 是困苦吗? 是逼迫吗? 是饥饿吗? 是刺身肉体吗? 是危险吗? 是刀剑吗? 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 是生 是天使 是掌权的 还是有能的 是现在的事 是将来的事 是高处的 是低处的 是别的受造之物 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这爱是在我们的主 基督耶稣里的 罗马书第八章第三十五节 之后三十八和三十九节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难道是患难吗? 是困苦吗? 是逼迫吗? 是饥饿吗? 是赤身肉体吗? 是危险吗? 是刀剑吗? 因为我深信无论是生 是天使 是掌权的 是有能的 是现在的事 是将来的事 是高处的 是低处的 是别的受造之物 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这爱是在我们的 主基督女的 好,我们终于祷告 好,我们来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 我们感谢赞美你 亲爱的基督耶稣救主 我们感谢赞美你 感谢你永恒不变的爱 拣选了我们 感谢你永恒不变的爱 拣选了我们 感谢你以你的爱 爱我及我的家人 感谢你以你的爱 爱我及我的家人 感谢你让我身上有了你的印记 让我成为你的孩子 感谢你让我得到了由天而来的祝福 感谢你让我得到了天上来的祝福 主啊,我们在这个弯曲悲妞的世代里 主啊,我们在这个好邪恶的世代里面 疫情侵扰了我们的身体 也让我们在这里孤独无助 只因为有了你成为你神的儿女 我们有了盼望 有了永恒的盼望 但是因为你 我们成了你的儿女 我们都有盼望 是的 我们是属天的孩子 是你人选了我们 哈利路亚 荣耀归给你 以上祷告 奉基督明求 阿们 哈利路亚 荣耀归给你 以上祷告是奉基督明求 阿们 兄弟姊妹们早上好 弟兄姊妹大家好 今天我分享的题目是《博爱与救赎》 今天我想分享的题目是《博爱与救赎》 人们说人间最美是《三月天》 人人说人间最美是《三月天》 但是今年《三月》 我经历了人生最大的苦难和摩戒 但是今年的《三月》 我经历了人生最大的苦难和摩戒 《三月一日》 我知道自己感染了新冠病毒 《三月一日》 我知道自己感染了新冠病毒 《三月一日》 当时没有症状 我还在窃息 可能是无症状感染者 或者是轻症患者 或者是我只有一些轻微症状 《三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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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情况几转之下,双脚冰冷至鼓水 随后情况变得更差,我的双脚都感觉到无力,感觉到骨是有点冰冷 用电热炭加热也无济于死,用那些电的加热气呼起脚都没什么用 最让我痛苦的是三天无法入睡,最痛苦的是我三天都睡不到觉 我感觉到自己的意识没在体外的某个地方,像是在头的右上方,或者是更远的地方 我感觉到自己的意识没在我的身体里面,就好像不知道在很远的地方,或者在我的头上 每当想入睡的时候,迷迷糊糊中,这种意识总和自己在争吵 当我想睡觉的时候,微微糊糊,就又在意识里面有一些挣扎 他总是在说,你不可以睡,你不能睡 他一直在说,你不能睡觉 这种情况不休不止,这种争吵几分钟以后,就会全身大汗淋漓 我感受到身体和意识不同意,比身体本身的疼痛更难以认识 那我就感觉到我的意识和我的身体的情况是相差很远,比我身体的病状更加辛苦 他不停地消耗身体的能量,随时感到脏气去衰竭 他不停地消耗我身体的能量,就令我非常累 果然在我上厕所的角度上昏迷了,这也是我预感到的事情 那我就预感到我是会昏迷的,果然当我去完厕所之后,我就会昏迷了 当救护车出来后,三位医护人员检测了我的血压,心理,呼吸和血压浓度都基本正常 那那救护车和三位医护人员来了之后,他都检查我的血压,我的呼吸,我的心跳,全部都是很正常 我也没有疼药病,心脏病等既往病史 那我都没有疼药病,心脏病等普遍的病 可能是晕倒时,撞击了我的头部和摔破了手臂,除了一些血的原因 但是因为我跌倒时,撞到我的头部和手臂,就出现了一些有血迹的情况 是我反倒轻信了许多 那反而是令到我有点清醒 但是无法睡觉,对这种神志方面的痛苦,无法描述 即使我可以描述出来,那些医护人员都无法理解 那在医学上,都是解释不到为什么睡不着 医师让我四个小时吃一次中药,多喝水而已 他只是吩咐说,每四个小时就吃止痛药,多喝水,多休息 我从医三十余年,深知这种情况继续下去的后果是 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只有四路一条 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只有四路一条 身体和正常双重折磨,只有四路一条 等后来十几天恢复,稍微恢复了以后才知道 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我的体重减少超过十多公斤 那差不多十日之后呢,我就正察觉到 原来我是七日没睡到觉 体重是减少了十公斤 就在当时我很绝望,很痛苦的时候 当天晚上,我夫人传媒把手按在我的肩部向神祈祷 当日我是很辛苦,很绝望 当时,我个太太村媒她就按数为我祈祷 神奇的是,祈祷后我很快睡着了 很神奇的事就是,祈祷完我就可以睡觉了 虽然只睡了两三个小时,但这宝贵的时间让我的脏气得到恢复 虽然只是睡了两三个小时,但这么短的时间都是有帮助到我的身体 从那以后,再没有以前那种自己和自己的意识那种争吵 自此之后,我就没有那个意识里面的争战 传媒每天向神祈祷,我感受到我从死亡的别人回来了 我在这里还想说说当时,谁救护车到我家第三位医护人员 两男,两与一男 两位是女,一位是男性 他们戴着普通的口罩,衣服是像塑料布一样做成的手术式的外衣 他们戴着普通的口罩和身体穿着那些胶的做手术用的装备 对,他们的外衣是从后面扣扣的 他们的外衣是这样盖着的 头发,眼面,手及膝盖以下的部位都是暴露的 她的头发,她的部分的面和手脚,有部分都是暴露出来的 我是一名职业医生,我知道他们这种装备完全起不到防护的作用 我是一名职业医生,我知道他们这样的装备其实是没有什么保护到的 当时我坐在椅子上,那位男医生为我夹心电监护仪的手指甲,还有在我手上踩雪 我当时坐在椅子上,那位男医生员就把那些量测心跳夹夹在我的手指上 她身体很高,需要弯腰 她身体是比较高大的,她需要弯腰地做这个事情 所以我尽量将自己的手指甲,使她的脸离我远一点 那么我自己就尽量提升我的手,以致她的面和我可以有些距离 其中一个女医生一直在我的后面,按压我的颈像和后背,包括肩颈这些地方 其中一个女医生就在我的后面,她就尽量一下我的背和肩颈 因为流行性脑烟也会出现头痛、发热、颈像降致这些症状 因为这个病毒的症状都会出现头痛、发热的状况 所以她们没有放过任何需要直接接触的一些检查 所以她们都没有放过一些需要直接碰到的检查 去年3月以前,新冠病毒刚刚流行的时候,我还在正常地工作,为病人治疗 在这个去年3月之前,还没有病毒的时候,我都是返工为病人治疗 每当遇到有咳嗽或者发热的患者时,会很恐惧 当遇到一些病人,他们有咳嗽和发热的症状,我都有一点恐惧 到今年自己感染上这个病毒以后,才明白恐惧的原因 他们即使打了疫苗,也会有少数人不会产生抗体 即使医护人员打了疫苗,但也有部分的人都不会有抗体 就在这3位医护人员为我检查以后,从那一刻起 在这3位医护人员为我检查之后,那一刻起 我感到自己作为一名医生,前所未有的羞愧 那我就感觉到我自己是一名医生,前所未有的那些惭愧 对,我不知道是一种什么精神,什么力量,让这些医护人员 能对待如此这么邪恶和超自然的病毒 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精神,什么力量,以致这些医护人员 他们是可以这样善待病人去对抗这个这么邪恶的病毒 面对时刻被感染的危险 他们都需要面对无时无刻会被感染的风险 以至于我在恢复后,在街上碰到救护车从我身边经过的时候 我就有一种想再见到他们的愿望 那这个事情就以至我想到我病了之后 我都想再次见到这三位医护人员 我两周以后就可以下楼了 再说一次 我两周以后就可以下楼了 我还需要两个星期之后,我就康复可以下楼梯 传媒每天给我读圣经,看一些有关神的视频 那村媒呢,她就每天都跟我一起读圣经 和看关于神的话的东西 我明白了,绝大多数医护人员和这三位仍然是一样的 还有其他行业的绝大部分的人 还有其他行业的绝大部分的人 是神将这种爱传到他们身上 他们的心里 那是神呢,将神的爱传到他们的身上 那他们就可以传给人 他们带着这种爱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他们是带着这样的爱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在这个世间,在这个宇宙间 没有谁能用自己的生命和血液去洗涤私人的罪业 没有谁能用生命去挽救生命 没有人可以用生命去挽救世人的灵魂 没有人可以用生命去救赎世人的灵魂 只有主,只有我主耶稣基督 只有主,主,只有我主基督耶稣 我可求信靠主耶稣 我可以信靠主耶稣 我要祈祷耶稣,赞美耶稣,颂养耶稣 我要向神祈祷,我要赞美祂 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 谢谢凡语和兄弟姐妹 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 感谢翻译的兄弟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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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最后感谢翻译的兄弟